好继续来关注到的就是台湾民主基金会董事长的改选 到现在迟迟没有进展 甚至传出有民进党立委主张 张成并没有规定一定要由立法院长韩国瑜来担任 立委徐巧新就直询特别的关切了这个议题 对此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立法院长出任 民主基金会董事长是一个长久的官吏 那现在就看未来的董事长如何时间安排 有关于改选的部分 其实是要先补选 因为董事长 那个上一任的董事长游席坤辞职了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跟 时间的关系 可不可以把时程表稍微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看什么时候来招待 因为你们现在很久了 所以是三月底还是四月初 最晚什么时候会进行补选 我们必须要去看未来的董事长 就是院长他能够提供什么时间给我 所以现在目前在跟院长沟通时间 那因为有民进党的立委说 未来不一定要依照惯例 但是您会按照民进党立委说吧 还是您们会按照原本的官吏 还是由董事长 由立法院长来出任的这个方向去规划 由立法院的院长来出任董事长 这个是一个长久的官吏 然后我去跟韩院长报告的时候 也是跟他报告说 我们朝向这个官吏 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满意度不断的飙升 前立法委员郭正亮就分析 其实一开始很多人并不看好韩国瑜 认为他根本没有办法升任这份工作 但是韩国瑜在这一个多月以来的表现 三大指标全数过关 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确实经得起考验 并且获得了大多数的民意支持 我觉得韩国瑜就是 他刚当院长这一个多月以来 他有几个关都过关了啦 第一个就是人家说 你这个人会不会没有生活纪律 那此刻磨这次就大翻转 大家都来比 看谁最震惊 最有纪律 那第二个就是 你有没有一个院长的样子 这个也过关啊 还有国会外交呢 国会外交人家拜访盖拉格是反中大将 也过关啊 盖拉格算是最呛的嘛 那所以这就是一种指标啦 你如果来的只是一个 不像盖拉格那么极端的人 那大家就看看 可是这个就是一个考验嘛 那也是过关啊 那接下来就是人家要看 他那个通过法案的本事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一个人一开始大家对你有很多偏见 然后觉得你一定做得很差 那国民党怎么推这种人选院长 那结果我刚刚讲的三项指标都过关啊 生活具体明显改善 立法院长就有院长的样子 那也努力学习啊 周安来带在身边 对不对 他的人事案 然后接下来国会外交也都过关啊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叫做超过期望值 那超过期望值你本来就会 在民调高起来嘛 就是人家对你的期待真的本来很低啊 而且我现在发现 哎呦还蛮像样 那个反差感落差就出来了 好像有这个二度梅花的可能性这样 就好像又翻身了 就是这次机会 他还把握得不错这样 针对立法院直询风波 亮哥举过去自己的例子来说 在担任轮值委员时候 规定都是必须要坐在议场内 绝不能离开 他批评洪生汉根本就是理亏还要瞎掰 民进党团应该要对此做出处分才对 你以为我没当过盯场立委吗 怎么在院区就好 狗屁啊 就是要坐在议场 是不是嘛 院区呢 因为议场的一举一动 你在监视器上看到冲剧现场 已经来不及了 对 比如说韩国瑜就要念念念 名字念三个你就没了 我就要立刻举手了 说院长我会议咨询 我希望休息三十分钟 你就是这个功能 结果你不在议场 就是失职啊 丁场委员我们是轮值 我是两点半要坐到五点 我还要带一本书进去看 不能离开啊 韩国瑜那天杠掉 有十三个人失去发言权嘛 对不对 你看后来一直在吵的就那几个人 那几个 对 可是也渐渐下车了哦 唯一留在车上只有侯生汉 对啊 那为什么第一时间 人家都不讲话 就觉得我自己不对 理亏啦 事实上真的在吹的只有 洪生汉跟陈廷飞 陈廷飞 对 洪生汉这个没人能帮你讲话 对 没错 就是你不对 就你自己理亏在那边瞎掰 在那边红七番 连发七个脸书 笑死人了 对不对 而且你不是第一届 你是第二届不分区 民进党立院党团要送处分 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 这场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